在孩子和家長的期待下 健康故事屋正式啟用 色彩明亮又溫暖 加上一千多本書 更是讓孩子們愛不釋手 書卧太漂亮了 裡面有內容太豐富了 然後小孩子他很喜歡 就感覺到好像 我們也要給一點時間 來多陪伴孩子 一整片的雌性牆 充滿創意 最受小朋友喜愛 這些大多是回收再利用 此一致供花心絲 一切從無到有 用做海報剩下來的材料 製作漂浮的白雲和飛機 牆壁上的花花草草 都是回收的瓦楞紙 可以自由拼貼的雌性板 是鐵盒和紙片 今天這個整個故事屋裡面的材料 全部都是回收物品 除了雌性牆跟我們的軟木片 希望小朋友在這個故事屋裡面 一定要得到心靈健康 故事屋的設立 是為了提供更好的閱讀資源 未來也將舉辦活動 增進親子關係 一些延伸的活動 比如說有DIY 創意 教會畫 然後動手動腳的小音樂 小唱歌 手語 包括烘焙 繼紅豆山的愛 陪伴計畫之後 再次為孩子的未來 打造希望 大家新聞 真愛美之工江蘇綜合報導 就在台中 在台中